有关梅西家的好消息是阿根廷媒体推测 梅西的妻子安东内拉再次怀孕了 梅西以迈阿密国际对新元的身份 在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中亮相 每时每刻都引起了球迷的热潮 不仅球迷如此 梅西的效应也引发了有关这位阿根廷 超级巨星未来的预测 根据阿根廷奥莱报报的消息 布宜诺斯艾丽丝的一位预言家法比亚纳的说法令人惊讶 他预测到阿根廷国家队队长离开巴黎生日尔曼队 正是加盟邁阿密国际队后的未来 与在巴黎的生活相比 梅西在邁阿密的生活将完全不同 梅西将会度过愉快的时光 他将在那里找到快乐和幸福 法比亚纳说道 此外这位预言家还断言 一个女孩即将出生 是的 我看到的是安东内拉怀孕了 他们家庭中的第二个女性即将面世 法比亚纳的预言一经发布 立刻引起了许多人的热议 尤其是那些喜爱梅西的人 回到过去 梅西和安东内拉的第一个孩子 蒂亚哥于2012年11月2号 在巴塞罗那出生 2015年9月11号 梅西一家欢迎了第二个成员 马特奥 小家伙塞罗于2018年3月11号 在巴塞罗那诞生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有很多 有关安东内拉怀孕的传闻 因为他在与梅西一起进行 长时间旅行时 分享了他疑似怀孕的照片 在因此上发布后 有人提问你怀孕了吗 安东内拉 你什么时候会公布怀孕的消息等等 不过这一期目前还只是在猜测的阶段 事实上这也不是梅西妻子近期第一次被传怀孕 最终还是要以梅西一家的官宣为准 1996年 梅西认识了未来的妻子安东内拉 安东内拉是个富家女 家里经营着十几家连锁超市 父母亲都很宠爱她 所以安东内拉的性格很活泼 待人也很和善 那几年她像一颗小太阳一样 为梅西枯燥的训练生活 带去很多别样的色彩 就这样梅西心动了 她给安东内拉写过一封情书 希望未来有一天 你会成为我的女朋友 可惜的是 随着12岁的梅西远赴西班牙踢球 这封情书并没有送到安东内拉手上 说不出口的喜欢只能够藏在心底 因为梅西知道 目前的自己还不能成为心上人的依靠 只是偶尔和俱友聊天 梅西总会有意无意地打探安东内拉的消息 就像大家说的一样 暗恋是一个人的甜蜜和心酸 不敢靠近又无法放弃 直到2005年 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安东内拉和朋友开车出去游玩 发生了车祸 朋友当场去世 她也受伤了 得知这一消息以后 梅西第一时间跟教练请假 而后飞回阿根廷看望安东内拉 看着风尘仆仆 满脸担忧的梅西 安东内拉深受触动 自此两个人经常给彼此写信 分享生活中的趣事和烦恼 四年后 梅西在一档采访节目中表示 我有一个交往中的女友 而这个人正是远在阿根廷的安东内拉 和其他异地恋情侣一样 梅西和安东内拉也有过分歧争吵 区别在于他们体谅彼此 总会为对方做出让步 然而有个巨星当男朋友 安东内拉难免会引起大家的关注 有人说她交往过一个男朋友 配不上梅西的深情 可是恋爱之前的他们分隔两地 梅西从未真正表白过 在这样的情况下 安东内拉会有一个男朋友 不也正常吗 这时候梅西又成了护花使者 她会在采访中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记者 有安东内拉这样的女友 我很幸福 又或者和女粉丝合照的时候 梅西也格外深事 她用自己的深情证明了两个人的感情 谁曾想 随着安东内拉先后生下两个儿子 却还没有和梅西结婚的时候 又有人开始讽刺她 像母平子贵 却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诸如这样的评论 也让安东内拉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可是梅西是怎么做的 2017年6月 一项低调的她和安东内拉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当时梅西满怀深情地告诉大家 我很幸运 娶到了9岁时就喜欢上的女孩 之后安东内拉又生下第三个孩子 五口之家 幸福又平淡 梅西比赛完回家 安东内拉会给她一个热情的拥抱 安东内拉生日 梅西会悄悄地准备惊喜 这样的她们和普通的恩爱夫妻 没有什么两样 而且安东内拉总是打扮得很朴素 根本不像是一个身价亿万的足球巨星的妻子 前几天 她们一家现身迈阿密 安东内拉身穿一条黑色长裙 搭配了一双平底拖鞋 身上也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首饰珠宝 站在她身边的梅西也是一样 两人说说笑笑 和三个孩子一起逛超市 遇上粉丝 梅西还会笑着和她们合照 对此有人感慨 她们过于朴素和低调 和想象中的巨星有很大区别 正所谓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安东内拉出身富裕 又有梅西 十年如一日的痴情守护 这样的她已经足够幸福 只不过人和人的经历有区别 喜欢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 就拿乔治娜来说 她就格外的爱好名牌包包 珠宝首饰 出生于1994年的乔治娜 是塞罗的女友 父亲两度入狱 17岁时母亲因为车祸去世 同龄人还在读书的时候 乔治娜就得靠打工养活自己 或许这就是缘分吧 2016年夏天 在枯起店上班的乔治娜 因为替同事加班 恰好碰到了前来购物的塞罗 几个月后 她们就成了恋人 对此塞罗曾说 乔治娜虽然年纪小 却很稳重 她总能够照顾好家里的孩子 让我感到安心 毕竟未婚的塞罗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嫌的时候还好说 遇上比赛季 她根本无法抽出时间来陪伴三个年幼的孩子 于是乔治娜就成了塞罗最信任的人 她会去看望未来婆婆跟婆婆学习育儿经 把三个孩子视如己出 哪怕后来乔治娜有了自己的孩子 也依旧把其他孩子照顾得很好 这期间乔治娜的生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曾经的她得早起坐好几个小时的车 同时打两份工 成了塞罗的女优以后 各种奢侈品主动找她合作 出入可以开豪车坐私人飞机 而且以前被人讽刺 卖包的乔治娜可以说 现在我是买包的 说这话的时候 乔治娜坐在游艇上神情很是骄傲 要不说衣景还乡呢 2022年2月乔治娜拍摄了一档纪录片 彼时她特意返回老家 看望了昔日一起跳舞的同学 闲谈之间乔治娜满是感慨 一切都变了 或许乔治娜也没有想过 自己有一天会成为巨星的女友吧 只不过当了七年的女友 乔治娜还是没能和塞罗结婚 对比安东内拉的朴素 她就很喜欢钻石和珠宝 每次出门 乔治娜总会配起各种首饰 有时候手上会戴着五六个戒指 此外她最喜欢的事情之一 就是坐在私人飞机上 展示自己的包包 前几天乔治娜出去旅游 又一口气买了一堆 只能说富婆的快乐 就是这么简单 就像乔治娜说的那样 我知道一无所有的感觉 也知道拥有一切的感觉 所以她很享受现在的生活 这就是这么简单的感觉 我可以看到一对 是这么简单的感觉 我可以看到一种感觉